其实在离婚之前 这个男人拖着残缺的身体 在耽误了治疗的情况下 是努力为这个家在做贡献 是吧 李娟 对 前期治疗要花多少钱 前期到现在目前已经花了五十几万了 五十几万 都是你愁的吗 你肯定没这么多钱 之前就是有一次就是到17年时候 然后我把这个交通事故处理了 就是当时 赔偿金 就是保险那边赔了我四万多块钱 那你不够吗 是远远不够的 家里有存款吗 家里就送外卖什么 涨了大概有一万多块钱 那你差太远了 你还差四十多万呢 后来就是跟家里亲戚啊 或者朋友他们借了一点 你帮他筹了多少钱 我帮他筹了有十几万块钱 十几万 都是到处去借的 借了很多 因为外面欠了很多钱 这天 邵明明又接到了来自医院的电话 拖着病腿的他出发去了医院 妻子的病必须通过骨髓移植手术才能根治 一百多万高昂的医药费 压得邵明明喘不过气来 变卖了家里各种值钱的东西 甚至还动过卖房子的念头 但是生病的妻子坚决不同意 说自己就是再病 也不能让孩子以后没家住 你能不能够早点借点个钱给我用一下 李娟他马上要进床了 医生说要需要五十多万块钱 我们现在还没有策那么多钱 好的 那谢谢你了 好的 好的 这后期还要花多少钱 比如说后天的手术 最少带五十几万 还得借 对 对 那还借得到吗 借不到怎么办 你们家有房吗 家里就那一套房子 在长州买的 然后首付款是十万多点 是你们俩一起买 对 离婚的时候判给了谁 离婚的时候全部给小孩了 动过卖房子的念头吗 之前我想过 之前他在住院的时候 我想我要把房子卖了 然后他说 他买房子给小孩上学 然后没有学习房 在那边上不了去 因为我们俩结婚 家里没有房子 老家没有房子 我们就是一套房子 我只想要孩子有好的教育 将来不许像我们这么辛苦 那你病怎么办 能看好就看 看不好就算了吧 看不好就算了 你这意思是指不想拖累别人是吗 对 你现在是不上班了 现在是因为身体原因 你还在做 送外卖 你还在送外卖 晚上卖个西瓜这样子 其实我也有我的苦衷 小孩没有放暑假的时候 小孩五六点钟起来 要去给他送到学校 白天里我要挣钱 他在医院里 天天一天都是大几千块钱 有时候最多一次 一天花了一万多块钱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 今天我的心愿 上前一步把幸福心愿说说 我的心愿就是把我前期的病看好 我们重新开始来 好 来 谢谢 秦辉 重新开始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家里 就是说大家一个 就是说病看好了 我们包括小孩 就可以成一个完整的家 成完整的家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以后幸福 是什么意思